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整理资料 我们介绍常用的六个功能 一个是调整篮宽跟列高 自动换列或者是跨篮至中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排序跟筛选 还有资料剖析与资料合并 最后我们介绍选择性贴上的功能 以下的说明 我们都用一个运动中心会员资料当作范例 那么里面包含了几个栏位 包含了会员的编号 会员的身高体重性别 还有他购买票券的种类 还有他坐落的县市别或者是区域别 首先请同学打开BMI的档案 那么打开这个资料表以后 你会发现在会员编号的这个栏位里面 出现了几字号 出现几字号通常不是错误 而是你的栏位的这个宽度太窄了 传统同学的做法可能都用手动 然后去把这个会员编号的这个栏位拉开 或者是你可以按下A跟B栏位的中间这条线 用花束左键快速按两下 他就会自动去做调整 可是当大数据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栏位不只只有现在这里7个 可能有70个 那一个一个去检查会非常的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做法可以 例如说我在原来的这个 资料栏宽的这个部分来讲 那我可以做全选的功能 全选你可以按下这里的三角形的部分 或者是你直接就按Ctrl A的部分进行全选 然后呢在常用的功能键里面 这个锁引键里面你按下格式 里面就有自动调整裂高或栏宽 按下去之后 他就会根据你储存格的内容 去做适当的栏宽的这个整理 这样就会很方便 那接下来除了栏宽跟裂高之外 我们再来看 开启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A1跟B1的储存格 去做合并的部分 合并的部分在Excel里面就叫做跨栏至中 那在输入运动中心会员资料里面的内容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变数的名称 或者栏位的名称 把它变成是中音对照的模式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自己打进去 我新增一个资料表 那记得在资料表的功能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按左键滑鼠的左键两下 然后去修改工作表的名称 这样你就不用重新再开一个档案 所以在这里来讲 我们要习惯在这个Excel 在你后面的运算之中 工作表每一个 当你开启新的的时候 不要用工作表12345去做命名 而是自己去修改它的这个名称 这样你要找东西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快速 那在你的A1的这个储存格里面 去按下运动中心会员资料 输入这样子的里面的内容 那如果你做合并 在这里就有一个常用的功能 里面有一个叫做跨栏至中 按下去以后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它就是一整个储存格 那如果我在用传统的这个部分来讲 你就在里面贴上我的内容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没有进行合并 它的储存格就只有在D1的这一个 那如果你这两个合并的话 它就是一起的一个部分 你在按下跨栏至中 它就会解开 再按一下它就会合并 那通常来讲 比如说我在前面第一行的部分 我要用中音对照的方式去做 那这个时候例如说我的会员编号 它的英文输入是number 那你不用自动换行的部分 它的这个每一个这个储存格 例如说这边是high 体重是weight 以此类推 那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我要让它用 自动调整栏宽 你每一个栏宽都会变得非常的长 这样子其实当资料量很大的时候 我们在阅读上面并没有很方便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用一个方式 叫做自动换列 你在中音文中间想要换列的地方 按下auto enter 按下auto enter 再按下auto enter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时候 你如果再用格式里面的自动调整栏宽 你就可以变成栏宽不会像我们前面要用到这么大的格子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那后续的部分你可以再输入 性别gender 种类auto enter按下type 限制别auto enter按下city 区域别area 那这个时候你在用我们前面用过的自动调整这个栏宽 因为这一格来讲的话它是单一的储存格 所以这个标题我现在不要 那这个时候我再全选我的自动调整栏宽 那么就可以很整齐的去排列你所要的部分 那第二个例子 我们再来看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我们用身高用绿白色接的方式 体重用蓝色资料横条的方式来表示 我们再回到excel档案里面 那么我先针对我的资料 Ctrl A用快速键 我复制到新的工作表 那这里我来做 设定格式化条件的功能 那么你可以先看一下设置格式化的条件 你可以选择要设定格式化 就是你要设定的那个栏位 那我现在先做升高的部分 设定格式化条件的功能 在常用功能里面有选项 那这里除了色接跟资料横条之外 还有其他的选择 例如在醒目的储存格格式里面有大于小于 介于什么等于之间 或者是你里面要找性理的 然后我要把它筛选出来 或者从发生的日期 或者你是不是要找里面资料里面 有没有重复的部分 或者老师常常用的小于60分的里面 我要去把它标示出来 都可以用醒目提示的功能 或者是我要找前三名 或者是我要去找最后5%的 这个成绩里面到底是多少 或者是我想找高于平均 或低于平均的这个选项 都可以从这个里面去找 那我先用刚才题目里面 想要做的色接的部分 绿色的色接绿白色接里面 选好了以后 你在资料里面 你就会发现 身高越高的人 绿色的颜色就越深 我们一般人在看阅读这些资料的时候 数字的敏感度没有这么高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色接的这个部分 用直觉的方式来看这个数字的大小 体重的方式也可以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如果我用这个蓝白色接的部分 你就会发现这个资料的这个长度越长 表示它的体重就越重 那这个是在做设定格式化条件的功能 再接下来看第三个例子 我们可以用排序跟筛选来找到板桥运动中心里面 身高最高的女性会员 那么我再回到Excel里面 我如果要做筛选 我先把第一列的部分 在常用里面有一个排序跟筛选的功能 按下筛选键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三角形的筛选功能的这个选单 例如我要找全选按掉以后 我要只找板桥中心的 性别里面我要找 female是女生的部分 male是男生的部分 所以我先透过筛选去找性别跟区域别里面 是我要的部分 那同学可以注意一下 在这里我的三角形部分 如果变成像这个筛选的漏斗的部分 就表示这两个条件里面已经做过筛选 而不是全选的功能 在资料处理上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我要筛选出身高最高的女性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这里 从最大到最小进行排序 这时候我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 板桥运动中心女性会员里面身高最高是172 会员的号码是170341 体重72公斤的这个会员资料 那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用自定排序的功能 然后你去找找看你要排序的功能有哪些 那这个也是在做排序跟筛选里面 你可以去利用的工具 那接下来的例子我们就来用资料剖析跟合并 那会员的编号有六码 那前面的两码就表示会员加入的时间 所以在这里如果是151234的话 15就表示2015年加入的会员 所以我再新增一个栏位 那这个时候我就重新再来一遍 去复制我的资料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部分你可以中文的这个工作表标签 你可以用中文的模式 例如说我就输入资料剖析 所以在会员这个资料剖析 其实简单的讲就是我把资料切开了 那切开的时候因为我在这里我要18筛选出来 后面这个部分就会喊盖掉后面这个栏位 那我要避免这样子的部分我就把它新增到新的栏位去 随便找一个空白的先贴 那我现在做资料剖析 那既然是资料的功能 所以我的选单就在资料里面 在这里就有一个资料剖析的功能 它自己就会跳出来步骤123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步骤你要选择是分个符号还是固定宽度 如果你的资料整整齐齐的部分 你可以采用固定宽度的方式 如果不规则的话你就可以去采用固定宽度的方式 里面可以透过分号逗号或者是你没有任何这个资源可以去做筛选 那在这里我们的是排列的非常整齐的 我就用固定宽度的模式来操作 那第二步的话你就是看切开的地方要是哪里 就按下滑鼠的这个部分 我现在要从1去前面两位 我就从这里切开 如果不小心切错地方 你可以按下这个滑鼠用拖曳的方式去找到正确的位置 好了以后就按下一步再按下完成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切开你要前面两位的年份的部分 那在新的栏位里面我就打上中文 入会时间 合并的部分我可以用公式的功能 那请注意你所有公式的功能前面要打上等号 必须是英文的半型 所以等于什么我前面要加上20的部分 因为是20182016的部分 那要合并我就可以按下end的这个键 那你数字键123567的上方 所以你按下shift7就会出现end的功能 end键的这个部分 那我20再去跟这个1816的这一行 J的这一行栏位去做合并 好了以后按下enter 那这个时候的入会时间就会是这个你所需要的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在你的Excel的功能里面 这里有一个小方块 那比较这个你就把滑鼠移到方块的地方 快速的按下两次 那这个时候就会把后面的这个储存歌给补满 你可以确认一下按end往下快速键 移到资料的边缘最底层 或者我再回复end往上 让它跳到最前面 那这个时候入会时间就是我们刚才所要的合并的储存格 用20跟切开来的前两位的会员编号去做合并 那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时候可以去用这个选择性贴上的功能 那我们可以先清除资料的部分 那我要说明一下在大数据的里面 那我们的资料栏位还有资料量都非常的大 如果里面有这些中间过程处理资料的过程的这个东西 我们就会把它清除干净去减少资料的负担 这样我们可以增加运算的速度 那如果我直接把这里做删除 你就会发现我原来运算的这个入会时间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切开的那个栏位就不见了 所以它会出现错误的讯息 这时候我就不能随便沾 那要怎么办 我又要清理资料又要让它能够work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个选择性贴上的功能 我先复制 按下滑鼠右键 这里有一个选择性贴上 那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值 我们常用另外的功能还有一个叫转置的部分 值的功能就是我把前面的公式都去删除掉 我只要里面的数字就好 所以当你选好了以后按下确定 你再回来看 这个储存格就已经把公式的部分给消除 那么这个栏位就是我需要的入会时间 我可以把它自动对齐比较漂亮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把中间过程的部分删除掉 就不会影响到你入会时间的这个刚才使用公式的计算的这个部分 那以上是我们介绍资料里面常用的功能 同学可以再回复一下 回想一下 这些功能调整栏宽跟列高 自动换列跨栏制中 设定格中华条件 筛选排序 资料谱系跟合并 还有选择性贴上 这些功能 这些功能 这些功能